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针对咱们私物注入漏洞 这个专题的第二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 主要是讲解一下私物注入漏洞 它如何去寻找 如何去利用 以及它如何去判定 它当前这个URL是否存在 这个私物注入 以下呢是咱们本次课程的一个目录 咱们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呢 进行一个展开 那么第一呢就是说 咱们私物注入漏洞 它频繁出现的位置 就哪些地方最容易出现 这种私物注入漏洞 这个大家一定要掌握明白 第二呢就是私物注入漏洞 如何去寻找 就它一个寻找的方式 就我通过什么方式 去寻找这种私物注入漏洞 第三就是私物注入漏洞 它判定了一个依据 就是我根据什么来断定 它当前这个URL 有没有存在这种私物注入漏洞 最后呢就是一些常见的 咱们测试的啊 一些这个私物注入的一些语句 包括一些相关的技巧 那么咱们这里呢 首先看第一 就是这个私物注入漏洞 它频繁出现的一些位置和地方 我在这里呢列举了一些啊 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地方 比如像这种URL参数啊 传餐的地方 包括像HTEP 这个包头里边一些 比如host的host的参数啊 refer参数啊 cookie参数啊 第三呢就是这个搜索框 登录框 当然还有像这种目录名 文件名啊 以上呢 这是我啊 这个列举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往往一般是干嘛 它一般是和这个数据库呢 是有这个交互的一个关系的 假如说你这个程序 它对这个当前 比如说像搜索框啊 这个用户输入的数据啊 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检查 过滤 然后直接把这个数据呢 直接带到所有语句去执行 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啊 非常有可能去导致产生这种 思乎注入漏洞 那么底下呢 我也说了 那最普遍的注入漏洞呢 是由于什么呀 是由于这个参数值啊 它过滤不严啊 导致的 那么以上的就是咱们 思乎注入漏洞 它频繁就出现一些位置啊 哪些地方最容易出现 这个思乎注入漏洞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掌握 这是第二 第三呢就是咱们 思乎注入漏洞 它如何去寻找 就是寻找的方式呢 都有哪些 这里呢 我给大家列举了 这个两个大的一个方式啊 第一呢 就是使用工具 第二呢 就是啊 单纯的就是一个手工的一个测试 那么使用工具和手工测试呢 它们彼此呢啊 分别有这个优缺点 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优点 比如说像使用工具的 它优点有哪些啊 第一不用想 自动化 它肯定要比手工 要自动一些 自动化 第二 泛文广 它肯定测试的这个范围 肯定要比你手工测试的 要是 要广泛的多 第三呢 它效率高 因为它工具嘛 自动化起来 那肯定要比你手工 去 挨个挨个 去这个输入 肯定要效率高 那么手工测试 它相对 相对这个工具来说 它有哪些优点呢 它就是测试方法灵活 啊 它不像这个工具 那么死板 有时候它工具嘛 就是人写的嘛 就是一些固定的啊 比较死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手工测试这块呢 它是方法是比较灵活的啊 那么使用工具 它缺点哪些呢 那么第一呢 肯定是误报 漏报 当然这个测试方法呢 也有限 然而这个手工测试 它的一些缺点呢 第一呢 就是效率低 它肯定要比这个工具 效率要低 你比如说 测一百一百多个 有URL一些网站 同样你使用工具去检测 或者你手工去检测 那相对来说 肯定工具 它这个效率要高一些 你手工的话 肯定是一个一个去检测嘛 肯定效率要低 第二呢 就是范围比较窄 它不像工具那样啊 可以这个同时的去啊 这个检测不同的一些URL 你手工的话 你只能是挨个挨个去检测 那么手工测试这个缺点啊 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呀 它是因咱们这个测试人员 这个基础水平而异的 就是你这个基础水平高的话 那么你手工测试这块 就相对来说比较灵活 比较快捷 比较效率高一些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搜索漏洞 它寻找的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工具 第二种手工 那么真的咱们这个搜索漏洞 寻找的方式呢 我在这里呢 也列举了一些常用的 一些这个漏洞扫描工具 比如像这个CF3WS BubberSort AppScan AWS 那么这个工具呢 我希望这个各位学员呢 通过咱们这个有一个 这个咱们专门的 一个安全工具的一个专题 通过这个专题里面 这一些课程呢 然后呢 去不断的去学习 去使用这些工具 这是这个常用的一些 这个漏洞扫描工具 那么第五呢 就是咱们搜索漏洞 它判定了一个依据了 就是说我根据什么来断定 它当前这个URL 有没有存在这个搜索漏洞呢 我们往往是根据干嘛呀 是根据咱们客户端 返回的结果 就页面返回的结果 来判定 它当前提交的这个词语句 是否被这个税库 这个引擎执行 假如说你这个词语句 它被执行了 被代库执行了 那则说明它存在这个注入了一个漏洞 那么底下呢 就是一个啊 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流程图 就是我们这里呢 首先会构造一个词语句 你比如说构造一个案的1.1 然后我们像这个 税库引擎的发送这样一个请求 提交这么一个请求 那么假如说这个税库 它接到你这个请求之后呢 啊 它返回了就是咱们一个预期的结果 比如说案的1.1嘛 那肯定这个页面 它还是返回一个正常的界面的 因为案的1.1是一个永真嘛 只要你前面这个条件没真 那么你后面这个条件 肯定是永远没真的嘛 所以你这个页面整体来说 它是一个正常的界面 那么这里呢 咱们就可以证明 它是存在这个收入漏洞的 假如说 我们构造这些语句 发现 分析这个返回的结果 不符合咱们这个预期的结果 是吧 那就证明 它当前这个URL呢 是不存在这个收入漏洞的 那不存在之后干嘛呀 那么我们接着返回到原始的位置 我们可以构造一些其他的测语句 或者呢 我们可以干脆的去换到 换一个其他的不同的一个URL 或者换到一个不同的 其他一个参数 去进行一个构造测试 就是一个循循 循循反反的一个这个过程 那么以上呢 是咱们这个收入漏洞 它判定的一个依据 第六个就是说 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 词语句和技巧 这里呢 主要是两个大的类型 第一数字型 第二这个字符型 像我刚才说到 按的1.1 按的1.2 去判定 字符型的话 就是把这个1 当成一个这个字符来对待 或者OR1.1 OR1.2 等等一些 这里呢 大家可以在课后呢 去这个网上也好 或者就是去查一些这个书籍也好 去把这些东西呢 去掌握一下 一些常见的 一些这个判定的测试语句 底下呢 就是说咱们这个 在这个进行啊 输入库注入的时候 咱们啊 常用到一些这个注释字符啊 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呢 我们这个注入的时候 我们希望 把它后面的一条语句 给注释掉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会用到这个注释符 那么像这个Servor Server和Oracle呢 它这个注释符呢 是这个相同的 像这个两个杠呢 是代表这个单行的一个注释 这个杠星 星杠呢 是代表这个 这个斜杠星啊 这个星斜杠 是用于这个多行的一个注释 啊 这里呢 就根据咱们这个实际情况 来这个使用 然后MySQL呢 它除了上这 这两个这个注释符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这个警号啊 它也是用于这个单行注释 啊 这里的这个注释符呢 啊 也希望各位学员呢 在这个课下呢 也去啊 自己去搭建一个环境 去尝试一下 如何去使用 那么最后呢 就到咱们这个课 课程的一个这个尾声了 就说我们在这里有啊 两个这个客户的一个习题啊 希望这个各位学员呢 课下去进行一个这个完成 那么第一个 首先呢 就是我们本地啊 就各位学员本地 去搭建一个外部应用系统 比如像这个DVWA啊 或者WebGoat啊 等等一些 尝试呢 使用手工啊 或者工具 对这个系统呢 进行一个这个 搜索入漏洞的一个检测 啊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对这个搜索入漏洞 一个这个利用了 就说我们 假如说我们上述 发现了 其中有一个URL 它是存在这个搜索入漏洞的 那么接下来你要干嘛呀 我这里希望各位学员 去尝试着读取一下啊 一些敏感信息 比如像这个操作系统 当前的操作系统版本啊 输入库版本信息啊 当前输入库的一些用户啊 以及他随着用的密码啊 当然还有这个应用系统 就DVWA 他的一些管理用户的一些敏感信息啊 以上这两个这个系统呢 希望这个各位学员啊 在课后呢 去进行一个完成 好的 那么咱们今天的课程呢 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